好了,我们现在学习一个新的Map,叫Skip List Map 关于Skip List呢,我们前面花了大概四节还是五节 大概四节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游戏链表 然后通过游戏链表引导推导出来一个Skip List 我们之前说了Hashimap它其实一直不断的改进 不断的改进,通过数组,然后又改到了它里面有更多哈希因子等等的 然后改到了Segment去分 然后呢,它又改到了现在我们说的链表加红黑数加数组 这样一些非常非常复杂的数据结构 其实蛮纠结的,对吧,就是改的过程蛮纠结的 我不知道下一个版本会又改成什么样子 据目前来说,红黑数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它始终没有一个数据结构的性能稳定 那就是它 它的性能,时间复杂度一直是log2这样的一个时间复杂度 就是Skip List 然后对它随机算法真的写好它的性能绝对是不会输Hashimap 而且它的实现足够简单 所以说你如果确实理解不了红黑数 红黑数理解其实很复杂 确实理解不了它,你掌握它一点都没有问题 对,一点都没有问题 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主要是为了替代这种平衡数而生的 因为平衡数很复杂 所以它就替代平衡数 关于Skip List我们之前说的已经很详细了 大家相信看我视频的人都已经理解了 并且能够写出来一个Skip List 然后我们这就来看一下 关于Concur的Skip List 它其实就是把Key全部放到 其实你找就是找Key嘛 Hashimap其实也就是找Key嘛 先做Hashimap找到对应的Key 然后再去找它对应的Value 对吧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一个我们的红黑树里面 就在我们的Skip List排序的 它有不同的层级 然后我通过最快速的方法 找到其中一个 你看我搜索的时间肯定是要最快的 是非常快的 我找到一个之后 我就把它的英诚拿出来 那它的Value就是对应的Value了 那当然在Skip List 它要求你的Key必须是可排序的 因为它天生就是可排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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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它的使用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就不会去说通常用的什么 PUT,GET,便利,我们就说一下它自己特有的一些东西 因为它实现了一个NeguSkip NeguSkip 它是一个ConcordedNegu的Map Negu是什么?引导的意思 Neguable 我们的NeguGate,导航,导航仪 引导的意思 跳表吧 跳表吧 它就是个跳表的结构了 它用了SkipList的方式去存你的Key,就没有需要去 纠结做哈希因子,又出现什么哈希的碰撞 等等的,你看到Initial的时候就把Header的做出来 而它也是一个双向的 这是它的Note 它的CS 只不过它的 替换 用的是这种 CPU指令级别的 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锁 这种方式去做替换 其实你看它的这个原代码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它的数据结构 比较 简单嘛,不复杂 是容易比较理解的 好了,那我们 这个东西的原理呢,代码呢就不给大家去 展开说了啊,其实它也不少的 大概也是 3000多行 其实看起来还是很容易的 没有那么复杂 我相信你坐那一天或两天也就把它看下来了 它里面不过涉及到一些什么 大量的一些什么 经验值啊 那些经验值你要去推导 证明就 很多 Hashimap里面有大量的经验值 这些经验值 为什么是1 为什么是16 为什么是32 为什么你要 移一下 然后又移 这些经验值 就很复杂 这叫它index 那刚才是它的节点啊 它又加了一个index 你看 Done的,Rot的 对吧 都在里面 Header的 只不过它把这些 把我们之前实现的那些东西 那个node 那些东西拆 那它找 找数据啊 它其实里面的命名也叫near nearbar 跟我们之前 near note 跟我们之前的 是一样的 其实我 我 看 看它这个 我自己看那个skip list的时候有参考它的代码啊 有参考它的代码 嗯,我们看一下它的 复类 它复类的又实现了一个 negable 啊,map 那个map里面有很多啊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些 方法 就是它导航嘛 它为什么称之为导航 一会儿我们要来说一下 那行 那我就先给大家 写个unitest吧 先看它一个方法 叫什么silling 啊,这是导航里面提供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先创建一个啊,这样一个map拿出来 叫create 因为要排序嘛 所以说 呃,你这边是stream也可以 或者说integer也可以 我们用integer吧 integer看得比较明显一些哈 stream 哦,有了 然后呢,我再加几个值 啊 啊,现在这map还不支持几连的操作啊 在java9里面可以支持几连操作啊 是比较 啊,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啊,舒服一下 比如我加一个值,1 然后呢 scala 几连操作就是 这种 啊,put,又可以put去 啊,这里的啊 2,5吧 java 10 啊,如果对那个跳表还不熟悉的 一定要去看一看我的那个 跳表的讲解,我觉得还是讲的挺匀心的 然后呢 我们证明一下他这个数据啊,全部被放进去了啊 啊,这个是很简单的 size啊,所以说关于size啊,get啊,这些东西我就不说了,内度是 大家应该 掌握了的东西 一个去有stream 应该是stream 那stream是啥意思呢,stream它其实有stream key啊,stream intro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们先来看stream key 呃,map 然后呢 sailing key 他拿出来是一个key 那我要找一个2 没有 你很,很明显没有,对不对 我们说了sailing,flow,还有round 这是干什么的 是做四手五入的 啊,等一下给大家说吧 这是 我先这么写上吧 为什么我敢断言它是5呢 为什么我敢断言它是5呢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啊,有个1.4 按四手五入 就变成了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的 road的方式,它就变成了什么 1,1了,是吧 然后1.5 让我们的方式 四手五入,变成2了,是吧 这个是我们小学学过的 然后那stream呢,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1.1 它就变成2了 1.9 它也是2 就是我们之前学的有个叫敬意法,是吧 就是 直接往前面去进 然后 flow,还有个flow,什么意思 1.1 1 1.9 也是1 这就是大概有个意思 那它放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sealing,我去拿2 没有找到是吧 没有找到 因为它是Negu的一个 接口 它没有找到 但是我会往上找 来找一个比我大的 就离我近的 比我大的 你看它这里面也叫near 发的near 发的near 其实就是你做链表 做跳表 首先你要干什么 先要把那个元素找到 就跟我们上次 写跳表的一样 就先发的 对吧,先把它发了出来 而且我们还因为这个near这个单词 导致出现一个死循环 那它就是5 那我把你的near找出来 行不行 near 2 你是不是 get你的value 你是不是抓了 是不是抓了 然后我这边真正的 去找一个你的5 通过saling的方式去找一下 看你会不会再往前面去进 如果你是炸熬的话 就证明你没有进 你没有进 你找到了就不需要进了 对不对 如果没找到 那你就要去 往前面去进 进一位 找一个比你大的一个元素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我们的断言都是 OK的 所以说这个saling 有些时候你使用的时候 还是 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 就可以找附近 周围的某个元素找出来 通过它再去 做相关的操作 然后我们再看flow flow呢这个 也是非常简单了 把它直接改就行了 testflow 1 5 10 对吧 然后大小还是3 那我通过flow的方式 对吧 然后我这个找出来肯定是 1了是吧 找2嘛 因为它往后面去找嘛 那第1个是谁 Scalar 那我去 找 找真正的1是谁 他肯定也是Scalar 我flow 也是Scalar OK走一下 没问题是吧 那那它是个链表吗 它肯定有什么 first啊 之类的 谢谢 我们来找一下 他的first 他找 可以给你给一个intro 也可以给你给一个key 发first 然后这边不要 Mafj firstkey firstkey 这是谁 1是吧 firstintro 实体 然后 点value 叫getvalue Scalar 那也没last呢 看一下 没有last 我也忘了我但是我我是经常会使用这个 收集结构了 我们说了 firstkey firstintro 啊 flow 我们说了 然后 啊 low 啊他叫low or last last 把last 顺道给写了吧 说了 拉子鞋 10是吧 啊 last closure是吧 他还有一些方法很好玩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然后有比较好玩的 与大家一起做一做 不好玩的 你要像这种 get all default 我们通常get的嘛 没有就没有嘛 但如果你这个有什么 get all default 没有这个值 他就给你给这个default的值 get all default 这个大家自己去玩一下 for each这个 就是你不需要把它的什么 你不需要把它整个 这找我吧里面的 加入的一个 我们一般来说 你要去编立一个map 拿这个map去做事是吧 就拿它的intro 或者是根据它的keys 然后去跟它去拿 但是你通过这种for each 就是consumer 为什么叫banner consumer呢 banner consumer 因为它给你把key和value 全放进去了 看 key和value 它接触了两个东西 zap两个东西 一般的consumer是只有一个 对不对 拿它去消费 没有返回值 是ward的类型的 ward的类型 我们的system.out.prettying lying 是典型的一个consumer 是吧 典型的一个consumer 所以学生问是 你这个方法推倒怎么推倒 就是怎么推倒的 就是你要多用就熟了 我这几个接口在加尾巴的客人讲得非常详细 看我的应该都知道 get 然后consumer flow 然后last key 莫子 莫子是什么意思呢 莫子就是说 看它的文档 它说if special key is not already 什么 什么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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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value 就是说 指定的这个key 还没有和这个value 关联起 这个单词是关联的意思 with 关联 关联 it with the given value other words 就是如果没有关联 就把你关联起来了 对吧 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说 这个key和这个value 在我们的map里面 不存在 对不对 不存在 然后呢 other words replace the value with the result of game mapping 就是说 我会通过一种方式把你replace掉 怎么replace呢 就会去执行你这里面的一个banner function banner function又是两个入餐 一个出餐 那入餐是什么 key和value 对不对 就是你存在了 key和value 这个key和value是它的两个key和value吗 不是 这个key和value是 呃 拿出来的 就是说到map里面拿出来的 那它有两个字 那我们看它的圆满就知道了 首先 他去找 对吧 如果没有 直接放进去了 是吧 看到没 我找 没有 do put 把key和value放进去 啊 然后返回 我自己给你这个value else 你有 是不是 有了 这个v没有嘛 那我这边remapping的时候 我这个 vv是谁 哎 是拿着他 就是人家找出来的那个vv 找出来这个vv v还有一个谁 我自己给人家这个v 对不对 这一定要理解啊 就是说 你给了个key 给了个value 如果它没有在这里面 你可以怎么直接放进去 如果它有 在这个bunner function里面 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 你自己的v和人家存在这个v 你可以进行一些墨子的墨子的动作 啊 这个墨子的结果就在这里啊 apply 它出来 对吧 一定要搞清楚啊 这个value是你传进去的 这个vv是人家找进去的 也就是说第二个bunner function bunner function里面的这个值 是你自己的 这个是人家传进来的 就是人家的 找出人家的 就是以前存在的那个value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都很简单 match map点 比如说match 我要去找 1 1是在的是吧 1是在的 然后呢 我要找一个value 这个value 这个value 比如说 没有我就比如说把它写成 c++吧 ok 这里有一个bunner function bunner function 它里面有一个v 这是我们叫ov吧 就originv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v origin的v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人家的一个v 就是人家找出来的scalar 就是这个东西啊 哎 找出来了 那你要有一个返回值的嘛 对吧 那这个返回值呢 那这个返回值呢 是你最终计算出来的 这个返回值 好 你去断言一下 这个ov 这个ov 是谁 ov肯定是scalar 因为我们刚才看原们发现他就是scalar 然后呢 这个v是谁 这个v是我们给进去的 c++ 原来的 原来的对不对 就指定的 对吧 你自己指定的 好了 你要返回一个值嘛 给人家 那返回什么呢 我返回一个 你要可以拿着他这个值去和你的这个值去做一些操作啊 当然你可以给他给一个新值 就是无所谓 我这边把它连起来 行不行 那就连起来了 大家都是好朋友们 ov 加 v 那他的结果是什么 ov是谁 ov是scalar 结果是c++ 对不对 那你assert assert that result 然后 是不是把这个map里面的值得给变掉了 很明显变掉了 有没有变掉啊 我也不敢这么笃定啊 key 但是我决定 看他的意思就是变掉了 因为他用update这样的东西 断定断言一下 哎 没问题是吧 跟我们猜测的一模一样 猜定吗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方法 啊 我给大家再说一个吧 剩下的大家自己就去看 没必要把它都讲完 主要看public的东西就行了 tear tear个这个是 一点几就有了 一点三 应该是一点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但这个一点三不是说 不是说是 啊 啊 concurt 啊 skip map里面有的 是sort 里面有的 有tear 你看 tear map 什么意思呢 它resisting a value 啊 它就是 它是resisting a value 就是 返回一个视图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部分 whose key啊 great than 就是说 返回一个 这个视图大于它的 就大于这个key 啊 大于这个key的 返回去了 返回去了也是一个可排序的一个map 这个大家是去看的 比如说 我想 在就在我们这边的一个例子 体现出来就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例子 体现出来 我想 从5开始 那就大于5的嘛 把它作为一个新的map 返回出来 也就是它相当于它的一个视图嘛 啊 就这个意思 啊 看有没有其他好玩的 啊 啊 像这种for each 大家自己去玩的啊 刚才跟大家说了 嗯 啊 por这个就是往出 踢出去了 和remote啊 类似啊 只不过它是 你要读remote 和remote类似 它只不过它没有参数 是吧 不要有参数 remote你还要给它给一个key 是吧 这个直接从最大的那个去踢 从头踢这个从屁股踢 大家去踢吧 嗯 给大家看一个 compute computer 你看它这个是要可排序的 所以说你可以拿出来它的 啊 computer 对吧 我们给大家测试一下computer就ok了 首先呢也把这几个元素拿过来 computer computer 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最复杂的一个 还有它有三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最复杂的一个 你有computer 这个 看一下它 啊 啊 这个hashimap里面也有 啊 庚康的hashimap里也有 啊 并不是说我们skip list才有的 啊 大家可以去看玩一下 嗯 compute去计算 is absent present 啊 这个 就是这个如果缺席嘛 如果你不在 这个是你出席 如果你存在我要干什么 啊 这个是干什么 啊 这个是比较全的哈 那我们先拿它去啊 玩一下 然后这边 map compute key 啊 给给进去我的key 比如说我就e 给进去 然后呢 key win 它也是一个banner function 也就是remapping 的一个啊 function 然后我们这边做一下断言 key eco 2 是谁 1对不对很明显 value rv 很明显scalar是吧 看你去你要有一个值给它返回啊 要有一个值给它返回 就是说你还是可以拿这个值进行加工 拿这个值加工啊 其实还是有点类似于墨迹哈 比如说我要返回一个值 我返回的值是 retain 啊 hello 就行了 啊 这里面 啊 result 随便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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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hello 对吧 然后他这里面会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个新值放进去 叫1 把它的这个值换上了hello 我们先断言 看一下是不是 走着 是的 是的 看下他原本吧 他首先还是找 发node 如果你这个node等于none 没找到 对不 然后呢 key key是哪来的 你给我的对不对 然后呢applier applier的时候 我没有把node给你传进去 是吧 我根据这个key可以算出来 一个r 如果这个r是node 我就break了 就不跟你玩了 否则我就给你放进去了 看到没 否则就给你放进去 然后如果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然后通过这个applier 算出来的结果 然后再case value 就是通过cs的方式 怎么去做一下替换 这边 do remove key key 他就会把以前的 因为你以前存在的 他把你以前的就给你删掉了 他这边其实有个删除的动作 删除的动作 而他这里面跟你说了 他会担保这个东西的原子性 一次性成功 自动性的 就是他的替换 他的计算包括他的替换是原子性的 是不可中断的 所以说就放心大的来去使用吧 就是有人在去操作啊 他都会给你保证这种原子性 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skip list的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剩下的方法其实就是put get put get 那内部的东西就是skip list skip list 可能和你那边测试结果可能不一样 大家不同的机器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个结果吧 反正我们做下这个测试 总之让大家看一下就是 他们两个的之间的性能对比啊 我们线程可能从10个啊 增加到100个啊 数数量呢 我们还是维持到一定的量 比如说250万个啊 或者说是2000万个这样的一个数据量去做一下测试 我给大家再提一下 我给同事们讲了一下zookip 同事们反响都特别好 他说他们也参加过其他的 他觉得我讲的挺详细的 就是有些适量案例吧 比如说分布式锁呀 分布式堆裂呀 还有分布式的barry呀 还有这些都都挺好 所以我们这些课讲完 然后我可能会同步去讲测试和zookip 就是两个一起去讲 所以大家到时候关注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不要太多了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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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见